国庆假期将至 从今天开始 海拔1300多米的张家界天门山上 白手舞 舞龙表演等一批飞夷节目精彩上演 来看总台记者从张家界景区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天门洞广场 那张家界是土家族 白族等多民族的聚集地 所以今天我也是穿上了民族服装 那在我远处的天门洞 它是位于海拔1300多米的峭壁之上 是世界罕见的高海拔穿山溶洞 现在跟随我们的镜头 再从广场飞出去用穿越机视角 带大家饱览整个张家界的山川美景 首先来到的是天门山景区 这里其实异幕繁多 壮阔山水长卷 净收眼底 接着我们再飞跃到武宁园景区 这里有着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遍布着3000多座密集且完整的扎岩峰柱 这种奇特的地貌就叫做张家界地貌 云海翻涌之时 这些峰柱宛如凭空拔地而起直插云霄 秀美灵动 近年来 战这件雄奇险峻的圣景 也是吸引了很多国际性的极限赛事落户在此 让祖国的壮眉山河和现代极限运动产生了不一样的交融 就在几天前 11个国家的顶级翼装飞人在天门山参加翼装飞行试景赛 展示人类面对高空的勇气和探索精神 而中外跑酷运动员也是多次齐聚在这里 沿着有着999级台阶的登山步道一路向下冲刺 在狭窄陡峭的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 就在今天 还是在这999级天梯上 由当地文化部门组织的行业代表齐聚在这里举行大喝唱 为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上祝福